今天我们来看像一样玩无人机的人可能都会害怕的东西 白板上其实已经起了答案了 这就是无人机反制系统 为了能更了解这一类产品 我一共定制了两个 干扰的原理很简单 其实就是影响了它的定位和图传 我们常用的大将无人机是双频的 拥有2.4G和5.8G 所以同时只需要干扰这两个频段 无人机就会没有图传信号而返航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干扰了1.5G 那么无人机就会没有GPS信号原地迫降 上面这款比较直观 而且按钮也比较少 按下这两个就是返航 同时再按下这个就是迫降 这一套的配件也更多 最有用的就是这块备用电池了 能让我们的续航加倍 但是它的重量也更重 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轻的 到户外去测试一下吧 为了节省测试成本 我们就先拿个mini 3 Polo测试一下 先把飞机起飞飞到3的那边 你们感觉这个地方够不够3 对准无人机的方向 按下2.4G和5.8G 这段没声音了 不是你手机坏了 是开了干扰之后 连麦克风的信号也没了 现在能看到的是 断图传的无人机正在自动返航 现在我们关闭干扰 马上就恢复了图传 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返航 最后测试一下 按下1.5G 1.5G还是无人机输出 把我的麦克风又干没了 现在无人机直接迫降了 为什么我要跑到这个 深山楼里面测试这款设备呢 因为它不仅可以反制无人机 还能干扰到其他的设备 结果实际的测试 它的确可以让无人机迫降和返航的 也能让麦克风没有声音